美国众议院周二以406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 这一法案意在保证由新疆地区生产和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的供应链中不存在强迫劳动 共和与民主两党都支持这一法案并在众议院的演讲台上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美国军电视报道